大家好,我是容杰 今天给大家揭秘一个三张牌的游戏玩法 希望兄弟们不要参照赌博当中 十度九诈,治安家庭,远利赌博 以这三张尖为例 我们把它放到下面去 放到上面也行 我们就放到下面吧 我们就正常的这么去洗下牌 到我们去打开的时候 一张一张抓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抓到三条尖 这是四个人的 五个六个七个八个都可以 就这样拿到的 好,给大家讲解一下的 这个牌是怎么做的 一些老千都会把自己所需要的牌 放到下面去 然后通过抽洗的方式 拿到自己的手中 就这样呢 一下子出来两张 然后四个人再放两张 如果五个人就再放一张 上次是四个 现在我们玩五个 六个人就再放一张 五个就可以了 再一拿两张 一,二,三 这现在又是五张 是吧 一,二,三 是吧 我把这个牌呢 打开的时候 我们现在呢 就直接发 发五个人就可以了 这是五个人的 对吧 就是说有些地方呢 当你洗好之后呢 别人还要切牌 一般常都是要切的 我们把牌再洗好 上架要切牌 就是我们现在的牌 是刚好发四个人的 发到我们手里 是吧 现在呢 上架要切牌 上架切过牌之后呢 我们是 只需要说亮亮底 再放到这的时候 这个牌就会在上面 是吧 如果发的话 我们还可以发到 有个地方说 我们切过的牌 是吧 那我们这样拿起来 行不行 敲下桌子而已 也可以 对不对 但是有的地方说 我们这打牌的话 就是洗好之后 放到这 上架一切 就不能动了 可以吗 可以 我们就拿起我们胜利的 一样也可以发到 只希望兄弟们 不要参照赌博当中 十度九诈 沾家庭 远利赌博 三条件送给所有兄弟们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感谢兄弟们的大力支持 哈